今年中秋节是10月4日 迎接这项华人最为重视的节日之一 阿罕布拉市从9月12日起 举办了系列活动将会持续至10月1日为止 而重头戏就是在9月30日 还有10月1日的中秋加年华 清理的规划模式以中国文化为主 包括了市府大厅的艺术展 以新茶壶陈列 还有插花艺术展示等等 Alhambra城市面貌今年变化巨大 市中心缅因街则是其中最具多元文化 和发展最迅速的地带 为了展示这个崭新社区的新风貌 阿市政府阿罕布拉商会和城中商业协会联手 为社区举办首届中秋活动 向民众宣扬华人这一传统文化 我在Alhambra做business37年 我一直对我们Downtown的Mainstreet 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同时呢我最近因为想说能够有个机会 做一些outdoor的公共的艺术 所以我就选择了Alhambra的Mainstreet 来作为我们中秋节的活动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古代帝王 他们对于中秋有祭神拜月亮的习俗 那么中秋呢也有嫦娥奔月非常美丽的传说 所以我们这次就办了这个活动 那么这个活动呢有四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在爱德华戏院的广场 我们有四幅很大的画作 说明这个中秋节的由来 月饼 嫦娥奔月 还有玉兔的故事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护照的竞赛 有15个Mainstreet的餐馆跟商家 他们会参加 那么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吸引附近的居民 朋友到Mainstreet来吃饭购物 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文化艺术展 那么有二十几幅由美中画家协会参展的画作 包括丁少光大师 那么还有15幅这个Ikibana International Los Angeles Chapter 他们的插花作品 同时也有我们宜兴来的一位很有名的茶艺专家 给我们提供的茶壶 那么9月30号跟11月1号 在阿汉巴的第二阶 那么有一个园游会 到时候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园游会 看画展 参加护照的活动 然后看看我们爱德华戏院 师傅关于中国中秋节的各种的典故跟传说 阿市市长陕石康表示 欢迎人们来免迎参饮 购物 逛妙会 看议展 在体验中秋佳节之余 也来感受阿市中心地带发生的变化 这个大家都知道阿哈姆拉市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城市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在9月份开始到10月的10月初 我们都将会举行一个中秋活动的这么一个环节 这个活动呢很特别 这个是在我们的城中 这个在Main Street上面会举办一些有关于庆祝中秋的活动 大家也知道这个中秋节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其中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活动 那么希望呢通过这次活动在Main Street上面呢可以让我们的朋友们呢来感受一下中华文化 同时呢也可以看看我们这两年这个进行开发的这个城中 这个我们的Downtown Area的这些商店能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翻新之后的警茂 那么希望呢大家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头来到这里感受我们这个中秋 这个我们华人的这个节日活动 也同时呢看一下我们在市中心给大家提供的商业服务 谢谢大家的光临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